儒家正天人合一 道家正重归自然 世家正智慧超度 诗言智 书见性 画达义 范增国学讲堂 畅谈儒道士 诗书画 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人呢 他在能语上曾经见过109次 他所彻底的方位 包括心灵的 包括平时的人能道德的 这个人不是凭空的 他一定有个心灵的一个根 这个心灵的根是什么呢 我想这是与生俱来的良知 孟子讲 人之初性本善 他这种善的根源 来源于亿万十年 自然淘汰率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这个人呢 是无所不在的 每个人每件事情都有选择的可能 你选人人的行为呢 还是选一个恶人的行为呢 这里面就有人 就宛如佛教的禅宗 佛呢 也实在是无所不在的 佛是无穷多的 佛讲 你真正能信佛 一定要到五台山去嘛 不一定 大地皆为仆团 并不一定要丛林去 也不必到一个深山老林 你就在喧嚣烦恼之事 你也可以找到你的一些仆团 可是人是一个高不可及的东西嘛 孔子不是这样讲 孔子讲 我欲人 诗人质疑 如果讲 我想做人的话 好事就在你的身边 每天每日 我们都可以看到 社会上有良知的公民 都在做做这样和那样的好事 尤其是国家灾难的时候 全国人民同心一德地做一件好事 比如像温泉地震 玉树地震 那时候人性的善 就充分地表现出来 通过这些地震 我充分地有一个自信 就是我们国家虽然大 人口虽然多 可是这样同心极烈地做这件事情 是无所不能的 是一定可以做好的 可是是不是能够坚持 每天都做到人呢 不一定 像孔子最好的学生 严渊就严回了 孔子讲 严子三月不为人 三个月能做到 每天每时每刻都做到人 其余啊 日欲自业而言 他做不到三月不为人 我们也应该经常 检点自己的形骇 我能做到几天不为人 我自己头脑里 是不是闪过一些不仁的思维 孔子认为这是一个心灵的问题 这个要通过自己的不断的修为 才能达到 为什么要修身呢 修身就是三其坏而保其好 你不修身你何以齐家 你不齐家何以治国 不修身齐家治国何以平天下 所以讲 孔子的一个逻辑的思维呢 是希望一个人正 希望一个人人 人正和人人的完成 和整个君子这个阶层 道德的完善 可以讲是同步的 然而啊 健忘乃是人类的通病 我们所学来的人 是容易被忘却的 人远乎在 我欲人 是人之矣 你的一些做的好事 也许你今天做了 明天你又忘了 你又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毛主席在徐特列生日的时候讲 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容易 最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 不做坏事 徐特列呢 当然是现代的圣人 这个老先生的确是 在我们中国是享有崇高的威望的 孔子在人格上 有一个见贤之情 就是讲 看见贤的人 他的第一反应 他把他的贤的品德 拿过来学习过 贱不贤如炭汤 贱不贤就像 泡了热水似的 要反省 可以使自己能够渐渐地达到一个君子 其实这个君子呢 是一个比较当下的一个名词 人人呢 这是一个比较历史长远的一个尊称 在一般社会里 我想就是在春秋之四 不会随便把一个人人 这个更辉煌的辉号就加给 当然人人变是君子 可是君子呢 不一定能达到人人这样的至高的标准 因为能够成为一个人人 他要避其身以后才能确定 因为今日人 你是人人 明人你不忍了 人又远离而去了 所以讲 人人的难度 基本上在君子的道路上 继续走下去 如果讲你一生做好事 那你就是个人人 就是你是个君子 你会不会犯错误呢 你做了不仁不义的事情的时候 你会不会有觉悟呢 君子之过也 鲁热月之时 像日食和月食 日食和月食都缺陷了嘛 过也人家见子 犯了错误人家见子 改也人家养子 你改了以后 人们都仰慕你 可是就是怕的 永远不承诺错误 永远自己都对 天下没有这样的人 连孔子都这样讲了 我想我们要真正 在道德修为上 达到一个人人的境界 我们要经常想 我与人 我想做一个什么好事 诗人之语 这个好事就在你旁边 你随手可得 随手可以做 能语里还有一些词 我们的记住 言慧不为人 指他不远复 因为科己复礼嘛 这个复怎么讲 复呢 就是回归 科己才能回归到礼上面来 他就讲 哪怕他做了错的事情 离人还不太远 他很快就回归到人上 不是离错到底 一日科己复礼 天下归人眼 为什么一日科己复礼 这个一日怎么讲 一日就是当下 就是即时 如果讲 你当下就能够科己 复归于礼的话 天下就可以归人 这个人呢 和科己的意义是多么重大 如果讲 君王能科己 大臣能科己 我们所有的老百姓 都能科己 一个安定的社会 才能构成 在对待人的评价上 孔子是很严格的 他讲的要 事其所以 关其所由 差其所安 人眼收斋 要事其所以 他为什么 关其所由 他从哪儿 差其所安 他今天所专注的是什么 人眼收斋 人眼收斋 收啊 就是可以掩盖 这样的话 人哪里可以掩盖啊 所以 所由所安 你看一个人 也许他今天做的一件好事 你看他所由 他说为了明天啊 群众品科的时候 他正好副处级 要升处级 因此这个月 他做的好事特别多 见人千万不要同意他 因为他做完处长以后 他就不会好好干了 在官僚里面 有相当一部分是这样 群众也要对官僚呢 关其所由 事其所以 差其所安 群众对官僚 官僚对群众 都有个相互的监督 我们本身是有这样的权利的 我想我们今天的世界 是一个震荡的 万番多难的世界 我们今天 打开锅门 向西方学习 是学西方的先进的科技 不是学西方的心灵 如果要学西方的心灵的话 你要学像迪卡尔 像斯宾诺沙 像罗素 这些大哲学家 他的思考 这些大学家的思考 他请向东方 比如讲上个世纪 六十年代的汤英比 在英国一个大的历史学家 他做了本书叫历史研究 他说 如果讲 要叫我来生变个动物 他说 我愿意变成印度的真娘 如果讲 必须变成个人的话 我愿意变成一个中国人 我就想 他为什么会这样说 我想到 因为印度有赤家模拟 中国有孔子 因为汤英比 是一个非常了解世界史的人 他呢 极其主张 世界必须有 以物质为中心的世界 走上以精神为中心的世界 我刚才一讲到 汤英比 斯宾格勒 讲到罗素 罗素曾经甚至讲过 在未来世界 人类最唯一的时候 中国将带给人类 一个崭新的希望 这就是 汤英比赤家模拟 你会想到 我可以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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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带来